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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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 你有多久没有来 Bertama Complex啊 不好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啊 蛤 真的是Bertama 咖地啊 Bertama 也啊 哎哟 为什么你这样说过的 你不 马来西亚很大你知道吗 吉隆坡也不小 他不是KL人 那如果是KL人的话 都知道Bertama Complex 然后今天我们来这边吃什么 你懂吗 吃什么 雨球 雨球派大餐 哇 开玩笑啦 很多人来这边是买球派啦 球鞋啦 OK 就好像我这样子的啦 可是今天 我们要吃的东西 是很 WOW的 WOW WOW 真的是好劲爆哦 这是哑铃耶 哇 有礼物 诶 这是 WOW Vegan美食耶 哇 我们到了这一家很劲爆的面馆啊 名字都叫做劲爆面馆咯 真的 为什么呢 它有很多美食 你看到吗 选择非常多 对 你看过去那里 有没有看到它的那个碗是特别大的 它真的是有一个招牌呢 是很大碗的鱼头迷的 哇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将所有劲爆的美食吃完了 WOW 真的是好劲爆哦 这是哑铃耶 这很大碗很重 来来来来 我觉得这碗哦 一个人吃下去哦 就真的是变得很劲爆了 有两只生虾 鱼滑还有炸鱼肉 还有很多炸葱啦 圆水等等 而且它非常大碗 这个可以share 它的料也真的是 没有在给你客气哦 它有给一小杯的花雕酒 你可以加下去 很香 嗯 诶 你知道每次我们喝汤的时候啊 喝到那个花雕酒的香味 就是很开心的 是啊 其实现在很多卖鱼头米粉的 他们都会这么做 因为可以提升那个汤的本身的鲜甜滋味 Oh my lord 很鲜甜 而且它的汤很顺滑 平时如果是叫那个鱼头米粉啊 我是会叫没有奶的 我会比较没有这么喜欢那个奶的味道 嗯 不过这个呢 因为它是用这个海鲜啊 鱼骨啊 去煮它的汤头 煮六个小时 是 所以要煮到非常浓郁 所以要加奶呢 只是让它有一种浓郁的感觉 它并没有被抢掉那个风味 加上那个花雕酒下去啊 哇 那个香气 吃鱼头米粉 汤底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当你一喝下去 它很开胃哦 然后酸甜酸甜 而且它味道是香浓的 它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再加上有这么多料 刚刚我吃它的米粉啊 吸收完那个汤汁哦 真的是很好吃 很有嚼劲啊 你一定要配它这里的自制的辣椒 哦 你这辣椒小心哦 真的是跟它的名字一样劲爆了 这什么 这什么辣椒 喂 这是我吃过哦 鱼头米粉的辣椒里面啊 算是数一数二很辣的 香而 有冲击力的那种 然后呢 它冲你嘴巴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不会让你辣到很不舒服 等一下我们要请教那个老板娘啊 看怎么可以制作出这么辣 这么好吃的辣椒 这鱼花很好吃哦 是哦 对 然后它是那种有弹性 而且你自己 你可以感觉它是用手啊 手工做的 你还可以吃到一点点沙沙的那种口感 好吃 其实他们这里是用松鱼 松鱼有时候比较多刺多苦啦 可是它今天选油我们的 是比较少一点的 然后咬下去 然后它外头有一点脆 里面还是很香的 很新鲜 我让人家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松鱼新不新鲜 咬下去一吃下去就知道了 真的很有弹性 很鲜甜 这里一定会新鲜 是因为它开了十多年 它之前他们是在半山巴做生意的 可以开到十年就是代表 它东西是新鲜的 对 再来麻辣反面 你要放这个辣椒下去吗 放辣 有谁怕的 今天我们来到这么劲爆的地方 我们就要表现得劲爆一点 它有猪肉碎 炸鱼饼 很薄一片哦 不是硬硬的那种鱼饼哦 你咬下去它有点脆 可是里面有一点软的 可是又不像鱼饼这样子 它是团那种嘛 很好吃 然后它有猪油渣哦 然后炸锅的那个酱鱼掌 哇 alright 很有诚意 我来这个Pudama complex很多次了 我尽量没有发现过它们的存在耶 一定要将所有的料放在一起 这样子一起吃 我很喜欢它干燥的味道 他们用的黑酱油啊酱油啊 都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那种 比较古早味的调味 再加上豬油渣啊 他们所使用的一些油啊 很香 整个面呢是咸甜咸甜交错的 很好吃 我并没有觉得很辣辣 最主要就是它的配料 然后我吃到那个猪油渣的香气 这个版面属于比较厚实一点点 我喜欢 我也是喜欢 因为你咬下去 你有很实在的感觉啊 不会太厚 哇这个真的很一流啊 还有一个咖喱排骨饭 来了 它是双色饭哦 一个是凡丹饭 一个是 有啦不过那种蓝花饭 蓝花饭 这个是咖喱排骨 然后还有肠豆 很香 做饮食业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色香味俱全 这几个条件 因为当一嗅到那个香气的时候 我们已经胃口大开了 所以我不管你的味道如何 至少已经营了我的好感 阿玛你的那种咖喱山豬肉 它的咖喱是很浓郁 有马铃薯煮进去那种沙沙的感觉 然后它得到那个配料 那个咖喱的香气 椰酱的香气 全部配搭非常好 它的排骨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然后它的饭哦 已经分明了 可是有点湿润哦 所以你搭着它的咖喱一起吃的时候呢 你就有很满足的饱足感 它的排骨煮到它哦 真的很熟透了啊 咬一咬它 有一点弹性 可是很容易就骨肉分离了 这个真的很用心去烹煮啊 它的饭呢 真的是有一股斑蛋的香气 就是这样子 简简单单的 这样配起来刚刚好哦 这家店的老板老板娘 他们真的不怕累的哦 连糖水也有卖 糖水是很好喝耶 这是金瓜糖水 很好喝 很棉花啊 我这是番薯红豆 比较少这个混合嘛 对不对 好吃耶 也不会太甜 真的很好吃 今天真的是赚到了 哦 一吃过咧 又吃到面又吃到饭 又吃到这个糖水 糖水 对 够劲爆了 这叫你男朋友来这边约会了吗 什么都有 还可以买YouTube饭是吗 预备 起 是的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辣椒界的短跑煎酱 起 刚才我们吃的那一个 真的是一鸣惊人 要如何做到一鸣惊人 好 让人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辣椒呢 你每一一觉得 用很多很多十多种材料 对不对 No 只有两个小辣椒 还有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满足喜欢吃辣的朋友的味类 这个辣椒其实已经是符合了酸甜苦辣 酸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让我和Gary辣了好一阵子 这真的很厉害 吃板面 吃鱼头米 必备的辣椒 哇哇哇 真的很哇 今天 我觉得我吃了刚刚那些很劲爆的食物之后 很开心 可以继续哇下去吗 好 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购物台主持人 你也不要一直这样哇 我不是刻意在打广告的 如果你们伴有礼拜看到成心最好看哦 一点钟你们记得要支持我们 谢谢 如果你刚刚有上到IG 就Instagram 记得追踪我 我的Instagram是GaryEggTV 够了啦 不要再打广告了啦 接下来吃这个食物 它会不会让我哇呢 没有 它会让你心平气和 我们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环境 是不是很幽静很舒服 没有 我知道现在每个人都很喜欢 到一个地方就打卡 然后拍张照 然后想不到卖版面啊 卖画甲面的地方 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拍美美的照片 为什么卖画甲米粉呢 是不可以有打卡的地方啊 人家是designer来的 这个老板 那他原本是在做广告的 对啊 对 一进来就真的是舒服的 还没骗的 你看这边 是 而且你看还有一点绿意 拿杯咖啡来 我们可以拍照了 真的我们现在自己拍 来 往外面 在这样子下去 我就会睡着 真的很舒服 好了好了 我们准备去吃我洗了 走走走走 哇 有礼物 这是花甲的冬粉耶 对呀 花甲是什么 花甲是辣辣辣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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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看起来很好吃 对呀 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 什么 开心花甲粉 它是很多料的 有辣辣有虾 而且吃了感觉蛮健康的 我们先吃那个好不好 这个是重点 可是我们把它把它把它压走好不好 因为这个 一般上都是吃汤或是干烙的 这次这里的老板厨师 他们就发明了 将这个柚的板面拿去先炸过 然后就煮成好像功夫炒 硬腰那样 真的 好吃 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吃滋味 我觉得它是可以媲美衣面的 因为我们通常吃那衣面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香 可是这板面拿去炸过后 也是特别的香 而且它的口感很好 它有面粉香味啊 就是板面本身 你吃板面的时候 有时候会吃到它的那种面粉的香味 对不对 然后这个它没有把它炸到 好像一面这么脆这么脆 吃下去 脆了之后 还有一点软滑的口感 里面还有一种嚼劲 对 而且它的这个汁啊 因为它也是有放点姜片 然后放一点肉这样子 其实还蛮提香的啦 整个味道 鲜甜的 它这个芡汁的味道 那个蛋花的香味也有 有加一点花雕酒 所以蛮香的 它们的这个板面 没有放猪油 也没有放味精 这边的食物也没有放味精 有诚意耶 是是是 OK 再来我们要吃这个了啦 花甲啊 可以先喝汤嘛 其实是比较属于中国人称呼 辣辣的名称 然后老板他们也是去中国那边 吃到这道米是再把它带回来的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耶 对 哎呀 很清甜哦 喝起来有一种花生的香味 是哦 我是觉得好像有点花生的香味 没有放花生 为什么会有各种花生的香味 你知道它有放鸡骨去熬煮它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辣辣花甲啊 它的肉晒干了 它磨成粉再放去一起煮 可能那个是那个花甲的味道的 有可能 因为我们常听的是左口鱼粉啊 加入在粉啊 好像比较少听到拉粉 然后我加了一点点那个花雕酒下去 我真的觉得好像我们吃 这种有海鲜的汤粉 啊哈 加一点花雕酒啊 白酒啊 绍兴酒 加了很好啊 加了那个我们刚才所谓的 有点花香的香味 就没有这么浓 那酒浆气就很好 诶这个冬粉哦 它不至于很有弹性的那种 可是入口哦 它就真的是很清脆 因为也是刚才我们放在这里一阵了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冬粉啊 是这么多粉类中 比较耐煮的啦 你快点吃那个 Soton那个花枝 很有弹性 可能它把那个Soton切成开花啦 所以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口感嚼劲是特别好的 没有煮到过老过熟啊 而且它的那个Soton也是原汁原味的 没有什么腌制过的 各位朋友 他们的花甲 它的喇喇 够大吗 你自己看一下 很大一片 然后呢里面的肉 我看起来还是很肥美的 这样新鲜的喇喇 花甲 你配这个冬粉 就在那个汤汁里面 它就会散发出 它的海鲜鲜甜的味道 新鲜 很好吃 喇喇新鲜就是很好吃 而且没有沙 这个很重要 对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粉类就是冬粉 然后呢 因为潮州人嘛 我们煮那种汤面的汤冬粉的时候 会加一点冬菜 这间店的名字叫做龙城 对 龙城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 你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 程先生有一定看到龙 没有乱讲的啦 他老公姓龙 他老婆姓程 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海南面包的样子特别可爱 对哦 窗口 是有格子格子的 一般上的那种海南面包是烤面包 它是一整片烤的 好像有点烧焦啊 泛黄啊 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为什么是格子的 还有用那个Waffer机 对他们有特制的Waffer机来夹裹 特别研发的 这样子吃法会不同一点 就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因为它这边 Brown color的呢 就是比较脆的啊 哦 OK 我这个呢是Niukaya的哈 你看Pablo 真的有一种啊 我们直入了没有 一下子直 一下子遇到那个路顿 再一下子 一下子遇到路顿的感觉 因为它每一口哦 你咬到它的那个胶的部分呢 就比较脆 然后没有的时候你就松软 这样子 我吃的这个是全麦面包 所以咬下去的时候你知道 因为有吃到那个麦的那种 可哩可哩那种口感 嗯 它有很酥脆的地方 也有一些比较松软的部分 是啊 最重要是它的Gaya 够香够甜 我觉得主要的卖点 是在面包上面 总而言之 这家店呢 给人感觉很舒服 食物也是一样 你进到来哦 就不会有这样喧嚣啊 或者是这边大吵大闹这样子 讲话都会变得更有礼貌 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叫村长的夫人来 他们会把它回掉 很吵啊 OK 不要叫他们来啊 接下来这一家餐馆呢 就在这一栋建筑里面 你一定会在问的 Origa哪里啊 我跟你讲 我先找到 因为今天要给他另外一个很大的 哇 Surprise 就是这一家餐馆啦 来我们进去咯 是啦 一进来呢 就感觉到很宁静很舒服 它的整个装潢是走简约路线的啊 你应该想象的到猜测的到 他们卖的食物是什么风格的咯 我告诉你 他们走的是健康路线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做最天然的自己 其实我一直是坐着的 你不觉得我 很自然的吗 完全没有添加剂的啊 OK 再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真的是很幽静的 很舒服 坐在这边 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不到10分钟 我应该可以睡得着 然后我觉得 Origa呢 他会很喜欢这里 因为今天我们吃的食物是 跟素食有关的 而且都很健康 吃了之后 又没有负担 而且他这样讲究他的身材 对不对 他一定会很喜欢哦 哇哦 Vegan美食耶 好开心哦 终于可以吃到 好吃的Vegan美食了 你看是不是 我想象的 我猜测的就是这样子的表情 他会很喜欢 你要对这碗面哦 有一种敬畏之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吃它 我还要对它有敬畏之心的 它是神来的 Oh really 它是Black God 黑神 哦 这碗面的名字叫黑神 是不是因为它这个是竹炭面的关系 你最聪明就是这次了 没有今天很明显 OK 当然哦 它的汤也是卖点来的 因为它不是那种高汤啊 就是熬煮很久啊 才煮出来的 它们是用植物燕麦奶 OK把它煮出来 所以它会有另外一种风貌啦 你也可以多喝一点它们的汤 因为老板说 这个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补充很多的钙质 哦 你知道吗 像很多人呢 就是没有喝牛奶 然后呢 就用一些好像燕麦奶啊 或者是Almond奶啊 来取代 然后对身体也是有益的 很好喝 它很顺滑哦 这个有一点燕麦的香味 可是也有一点奶味在里面 咸香甜这样 很好喝 然后它的面哦 刚刚我吃了一口 很滑耶 哇哦 吃起来感觉有点像那个 吃豆芊麵有没有 嗯 很滑溜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最主要是吃它的益处 嗯 然后据说啦 就听负责人说 它这个煮蛋麵呢 对我们的那个排毒啊 是有帮助的 它里面还有一些冬菇啊 嗯 蘑菇的 还有很多的菜在里面 最重要是你看它的 它里面的芝麻 对 你看到topping还有亚麻籽 这些都可以帮助到人体 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啦 然后那个亚麻籽啊 有丰富的Omega 3 哦 所以我说啊 这家店的老板他们很细心 就希望你那边吃的时候 可以照顾到自己的身体 还有照顾到环境 这碗面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汤汁啊 其实在煮的过程是非常的繁杂的 是啊 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材料啊 香料比如说有咖哩叶啦 黄姜啦 香茅 麻辣辣椒干啦 哇 要先喝一下它的汤了好不好 是 原来是这么开胃的 这个味道 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吃 它是有点酸辣的 它没有很复杂的味道 就是你吃进去的时候 有那个lemon grass的香味 然后它有点带辣和酸 很简单 对啊就是刚刚你所讲的那些香料 就是煮出来的咯 然后老板说他们是没有放味精的 就纯粹让香料本身 可以带出那些味道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 做最天然的自己 哇 这乌冬面真的很有弹性啊 刚刚我吃到最后的时候 有两三粒那个黑芝麻 黑亚麻辣 在嘴巴里面被我咬到 然后它破掉了 那味道弹出来 我觉得它这个面咧 其实它是比平常我们一般吃的乌冬面 更厚 更粗一点点 而且呢你这样子的整碗吃下去 它的口感啊 会让你真的觉得心情更好 除了可以帮助到地球之外 我们还有一碟sushi 他们好像没有给我们那个酱油的吼 不需要 啊 你这样子吃就够了 是啊 对而且你知道吗 有先后秩序的 怎样 这个是彩虹sushi 嗯嗯 然后这个是素肉酥sushi 最后一个 提醒你做一个好好的地球的 嗯嗯 global warming sushi 啊 连sushi他们都花这么多心机的 都是菜在里面 还有白芝麻啊 萝卜还有 死菜包着的啊 很新鲜耶 很清新 接下来到这个了 这是豆松sushi 真的不用用任何的酱油 这样子吃已经是够了 因为它的咸甜的味道哦 都来自很天然的食材 嗯 上面这个黄豆松哦 是炒得很香 很有一种脆脆的一种感觉 很好吃 真的 完全是把这个sushi提味了 因为它基本上 它里面就只是萝卜和cucumber 然后最有味道的 就可能是 那个黄豆松哦 对 这个sushi是炸过的 你看到外皮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地球 满目苍蝇 满目苍蝇 用那个豆浆啊 嗯 还有一些材料去那种 OK 嗯 很少吃到炸的寿司 就炸到它外皮哦 它们自家调配那个粉啊 很香 吃下去真的 它完全带出不一样的口感 而且它的mayonis 也不会死甜 而且它的mayonis 是不会腻的那种 然后呢 我刚才说 这句时候都很新鲜 是因为global warming不好嘛 结果我们现在 这个是最好吃 又最醉口啦 然后它风味又很足够啊 没有啦 最主要是要让大家 反省一下啦 你看到这个 听到这个字眼 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咯 出门带环保袋 用餐又环保餐具 我觉得是最容易办到的啦 其实这一盘熟细啦 吃到尾 还有另外两个 比较有点带甜的 怎么办 要不要吃完它 慢慢吃啊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跟店家一样贴心的 有什么好料都会跟我们分享 对不对 慢慢来 赶快email给我们 如果你有什么 好推荐的餐厅的话 OK 应该进来哦 等你哦 等你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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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这个酵素来消毒啊 这个其实是酵素 是他们店家呢 用果皮啊做成的 这家店的老板啊 创办人啊 真的很爱地球 因为他们尽量做到 零浪费 零垃圾 零垃圾这样子哦 这样里面的所有的 一些垃圾啦 或者是用过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油 对 尽量回收再 做成肥皂 对 对 就做成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酵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就是身体力行 向他们学习啦 其实好像做酵素啊 很多的主妇 他们都会做 就自己收集那个果皮啊 然后放这儿 然后就是让它发酵 很多方法 然后你可以上网查看 是怎么样去制作 最主要是那个概念 OK 就算你做不到酵素 可是你可以尽量做到就是 少一点垃圾 尤其是塑料要少 然后让那个垃圾回收啊 再循环使用这样子 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尽量去做 用多少就买多少 不要过量 对 不要弹性 OK 来 不要弹性 不要弹性 可以用四个 对不起 我道歉 3 2 3 4 5 5 9 9 00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